台湾多高山要连接两地的交通 隧道是最常使用的土木建筑工坊 陈青云一生以灌通隧道为置业 用四十年的岁月参与台湾许多套隧道的开通 对台湾交通建设有极大的贡献 现在他更将一生挖掘隧道的记忆 传授给儿子陈靖元 父子两携手来到台东 参与台九县南回公路拓宽改善后续计划 安硕草谷段的隧道工程 为改善台东交通贡献行 在暗五天日的隧道中工作 拥有极高的危险性 施工过程中不仅会遭遇落石和粉尘 随时可能出现的泳水及抽摊 更增加了工程的困难度 处处考验着工程人员的智慧 因此每次入坑前 陈青云都会带领工作团队 确实了解工作项目 安全事项和工作流程 因为多一份细心 就可以确实减少违安事件发生的难免性 人员安全是我们应该是最重视的地方吧 所以每天我们在上工之前 都会在事务所先进行一次工具箱会议 提醒工班他们使用每天上班所需要的机具 还有施工项目 还有材料摆设在哪里这样子 因为这样子不断地提醒他们 他们才会记录说每天施工的安全是最重要的事情 让他们能够每天安全地上班 然后安全地下班这样子 壁上湿滑的泥浆和盐壁上滴落的盐水 阻挡不了陈青云和工作团队奋力向前的心 他们一天两班的全食工班并做 专注地执行爆破、开挖、荔枝堡、喷浆、盐酸钻射等工作 只为了贯通眼前坚硬的盐层与硬石 最辛苦的地方大概就是 每天12个小时里面必须在这个恶劣环境里面工作 几乎一进隧道里面就以外面的阳光隔绝这样 所以必须都是在里面潮湿阴暗的环境里一直工作这样子 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 晚上下班之后回去之后又已经是天黑看不到太阳了 又要继续做内务这样子 所以每天的工作就是做不完这样 所以真的很辛苦 隧道工程虽然辛苦 陈欣云和工作伙伴们持续地向隧道的另一头提进 他们正用专专业和坚持 努力为台东乡亲打造一条安全回家的路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